大家好呀,今天我们继续《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死亡镜头盘点》 要说剧集中哪个角色死得最冤 一开始我觉得是死于鬼影的兰里巴拉西恩 后来又觉得是最有希望坐上铁王座的小指头 但是直到我看到最终级第三集 塑造了整整八级的大boss 异鬼首领,燕王,不光连剑都没拔出来 甚至连一句台词都没有 就被潜伏在黑暗中的二压,以匕首灰飞烟灭了 是的,权力的游戏《死得最冤》的角色非燕王莫属 人类和异鬼的宿命之战就这么草草地落下了帷幕 而在这场林东城保卫战中 除了燕王,还有六名主要角色英勇战死 一,席恩·格雷乔伊 那一晚一直守护在布兰身边 他可以说是保护布兰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当燕王以崔库拉朽之势攻陷林东城后 能够保护布兰的也只有席恩了 最后被布兰发了一张好人卡后 死于叶王之手 二,小熊女,莱安娜·莫尔门 北京熊岛,熊老成为了守夜人 姐姐效忠罗伯 死于血色婚礼 哥哥乔拉离开熊岛 追随龙妈丹尼利斯 我们的小熊女莱安娜·莫尔门 自然成了熊岛的领主 别看她只是个十岁的小女孩 果断勇敢的性格一定让所有人印象深刻 在这场林东城保卫战中 小熊女更是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 临死之际 凭一己之力杀死了一个尸鬼巨人 三,大熊 乔拉·莫尔门 小熊女的哥哥 原本作为卧底 留在龙妈身边 但是慢慢地 大熊爱上了龙妈 而且是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就算被龙妈驱逐 还是默默地保护着龙妈 大熊简直是一个为了爱情 可以抛弃一切的男人 也是权力的游戏第一被胎男 最终 大熊完成了她的使命 在保护龙妈的战斗中死去 四,艾迪森·托勒特 人称《忧郁的艾迪》 和雪诺的关系仅次于珊姆 在雪诺离开黑城堡后 成为了新一任守夜人总司令 大战中 为保护山姆 被异鬼一箭刺穿了胸膛 五,贝里·唐德利恩 无奇兄弟会的首领 人称闪电大王 兴奋光之王 拥有通过活稳的方式 反复复活的能力 最后在掩护二压逃跑时 被异鬼杀死 但是 这次她已经完成了使命 再也活不过来了 六,红袍女祭司 美丽山卓 梅姨外号红袍女 是光之王的女祭司 决战前为多斯拉克骑兵附魔 大战中利用火焰 抵挡异鬼的攻势 但是在大战结束后 完成使命的梅姨 独自走出临东城的大门 这下项链 默默地死去 尽管很多人喷 权力的游戏最终绩 就是一坨降 随着夜王的灰飞烟灭 前面埋了多年的线都废了 的确 夜王死的是草刷的点 但是 至少第三集的 灵东城保卫战的战斗场面 绝对是史诗级别的 每次有重要角色死亡 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最后 想要和我们一起快速回顾 权力的游戏 死亡镜头盘点系列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字母币 查看相关汇走内容哦 拜拜